哈囉大家好我們是 五月天 太小聲了我們是 五月天 再大聲一點 五月天 我就在IG上問大家 大家是喜歡聽這個五月天的一些 經典的歌曲呢 還是想要聽一些垃圾話 結果超過90%的人都同垃圾話 這個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不知道這24年在幹嘛 話不要講那麼難聽 就是我們五月天其實都跟瑪莎一樣 五個人都是不重要的 話不是這樣 早上根本說一起來練舞了吧 等一下那個 我們請工作人員先把這些樂器測一測 有啊有樂器喔 有啊 可以測我 話不是這樣講 我覺得精確一點表達 精確一點表達 應該是五月天的過去的 所有的奮鬥 所有的努力 這一百首單曲 不如 垃圾話 所以呢今天呢 所幸 今天所幸 所幸 我們就和大家垃圾話講到底 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們講垃圾話的話呢 自然是希望 最垃圾的垃圾話 最垃圾話 好 所以今天我們有準備齁 讓最垃圾的人來說 冠佑請 馬桑 來機頭 大家手上有看到我們這是什麼嗎 這個反應好快 排球 排球 金色的排球 金色的排球 金色的排球叫做什麼 金排球 金排球 今天誰講得最爛呢 誰叫被這個金排球砸 可以嗎 可以嗎 砸 我現在選了這位漸層色的 拍得到他的身體嗎 你要幹嘛啦 你要幹嘛 拍身體幹嘛 嚇到我了 阿信 阿信 對不起 沒有 我是想讓大家看到他的衣服 他今天穿著非常漂亮的一個漸層色 是黃色跟綠色 所以你是黃綠色的粉絲 那我們就要先掠過你了 謝謝 我要講故事 你們出道的時候我出來工作 那當時五月天的門票 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等待去購買 不是購買 當時是用入場的方式 那當時因為我已經是社會人士了 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入場 那我的妹妹在她大學的時候 有參加過你們的校園演唱會 她一直跟我推薦說 一定人生一定要去一場五月天的演唱會 那後來她也畢業了 她也開始工作了 她也很忙碌 一直都沒有時間去 那再過個幾年她就生病過世了 那時候剛好是2012的諾亞方舟的巡迴演唱會 我就從我妹妹過世之後 開始加入五月天的行列 我想要點時光記憶送給我妹妹 我希望她在天上可以聽到 掌聲鼓勵 非常感人的故事 很感人 如果五月天沒有唱接下來這首歌的話 真的就不贏人了 招天賤 好後悔 好傷心 想求愛行不行 再一次我就不會就像這樣的結局 好後悔 好傷心 誰把我放回去 我願意付出所有愛回憶的時光景 那我要拿排球砸你囉 她點歌成功了 對啊 人家故事那麼真實又點那麼好 對啊 她的故事呢其實屬於是 金排球的類型 笑不出來 但是 不能笑的 我覺得那個金後考 就是很感動 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雖然不好笑對不對 但我們人生就是這樣 不管世界上有沒有時光機 可能都沒有辦法回到當時的 那個當下去挽回什麼 你是排球隊的吧 她是真的喔 我本來打算要輕輕的拋球 但我現在打算用殺球 好來 我看你殺 我看你殺 沒有 你拖球 那個 我們那個球是沒有簽名的 結束之後 工作人員會帶你到後台 我們會幫你簽名 準備好了沒 超市 Unly 超市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